中方注意到芬蘭提出申請加入北約 中芬關係一直十分友好 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當然會給中芬關係帶來新的因素 美方政客有關言論 詆毀香港法治 無理攻擊中國的治港政策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 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這邊風景獨好 美國有關政客 所希望看到的所謂香港美麗風景線 已經成為黃梁一夢 美國目前通貨膨脹嚴重 疫情導致一百多萬人死亡 槍支暴力案件 貧發多發 如果美國個別政客有時間有精力 我奉勸他還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香港就不老他操心了 七國集團外長會 這份所謂公報 長篇大論 無視中方嚴正立場和客觀事實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惡意污蔑抹黑中國 並再次借俄烏衝突等等 對中方施壓 言辭荒謬不止一搏 我們敦促七國集團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尊重中國主權 停止以任何形式 污蔑抹黑中國和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以家法邦歸霸凌他國 我們敦促七國集團 真正著眼於世界和平與發展 停止搞雙重甚至多重標準 停止動載派軍機 艦船到別人家門口耀武揚威 停止動輒到別國搞顏色革命 停止動輒非法制裁他國 或者搞長臂管轄 或者搞長臂管轄 停止編造散布關於中國的謊言和謠言 近期巴以局勢持續緊張 暴力衝突不斷 巴以雙方 特別是以色列 應保持冷靜和克制 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強迫西林的事件 觀過護送人員在行徑過程中 遭到衝擊和圍毫的畫面 令人不安 令人痛心 我們對以色列警方的行為深感遺憾 我們再次對這名記者的不幸離世 表示深切哀悼 向他的家屬和包括你在內的同事 表示誠摯慰問 我們敦促美方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不得利用該法案 幫助台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 否則將進一步損害中美關係 與台海和平穩定 美方作為域外國家 應尊重本地區國家 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 不要對準則的達成 製造干擾 我注意到 美國喜歡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說事兒 但自己沒有加入公約 美國 美國以世界4.2%的人口 保有世界46%的民用槍支 總數量高達3.93億支 槍支暴力頻發 是否與美國民眾 太容易獲得槍支有關呢 一些美國團體 多次批評美國控槍法案 成效不彰 槍支暴力帶來的死傷 搶佔了美國 本已十分緊張的抗疫醫療資源 槍支暴力 與新冠疫情一樣 已經成為盤旋在美國人民 頭上的死亡幽靈 時刻威脅著 美國人民的生命與安全 中方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取之 決定自身的立場和政策 我們一貫反對 越過國際法和聯合國授權 對他國實施單邊制裁 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 反而會加速烏克蘭危機外溢 帶來新的複雜問題 中方呼籲各方多做 鼓勵和促進和談的事 為政治解決開闢空間 有關國家在處理烏克蘭問題 和對俄關係時 不得以任何方式 損害中方正當利益 我們樂見 包括美國在內地 域外國家 為地區和平發展 發揮建設性作用 但不接受 任何損害 本地區和平穩定 破壞本地區團結合作的行徑 美國高官日前坦言 以競爭為目標設計的倡議 在亞洲吃不開 我們希望美方 摒棄冷戰思維 停止在亞洲挑動陣營 對立的錯誤做法 順應地區國家維護開放包容 和平共贏的呼聲 堅持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不針對第三方 尊重本地區各國 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 以實際行動 支持東盟中心地位 以健康的心態 和建設性的做法 為亞太區域合作 多做實施 除了安全階段 為 Add temps 嚴正行動 及旅行業 也不遵守 打眼光 突破 未必和 今末